近日,有媒体拍到许凯,前往飞文女友白鹿家中。 在进入白鹿家中后两人便在外从房中走出,恋情疑似曝光。 但其实两人被传出一正在谈恋爱的消息,已经不是第一回了,就连网友都在感叹,恭喜媒体知道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。 早在今年二月份,白鹿在个人社交平台中晒出一双高跟鞋,趁,人生中第一双正儿八斤的高跟鞋,随后被许凯前热网红女友发文嘲笑,趁前男友的新女友晒鞋,结果床单竟然还是她当初买的那个。 对于这位网红女友,许凯已曾发文谈过两人关系,趁,与你分线这么久了,为什么你还要一而再的提及我? 也算是侧面认证,两人之前确实有过恋爱关系,许凯和网红前女友两人隔空,你来我往的对峙,也热怒了这位网红前女友。 气急之下,她在网上一举痛破许凯白露的恋情,在2月24日,这位网红女友直言曝出,你的新欢白露,看了我的床单动态后要自我。 随后,该网红前女友还在社交平台上,晒出一张眼角欲听的照片,趁这是当初两人交往事,被许凯殴打锁制。 在家暴事件之后,许凯因誓言引起攻略,中复查复和一脚被观众熟知,剧中神情又帅气的形象,让许凯圈了一波粉。 但因为跟前女友一事,生活中家暴男的标签,却也紧贴在她身上,这回曝出与白露的一友恋情,网友忍不住调侃,别打白露,我挺喜欢她。 当然,许凯白露两人被媒体拍到,也有网友认为是经纪公司在炒作,毕竟两人都在同一家公司下,炒作很方便,而两人确实同属于正旗下的欢迎是公司,只不过真相爱还是假炒作尚且不能下定论。 目前有媒体采访双方所在公司,公司对此事在未做出回应,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呢?本文为一点号作者原创,未经受全部的转载。 给你们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